另外,修是修行难免有摩擦,可万事不可全部打杀,要知道法术也好,法宝也罢,都只是修行路上的自身护道而已,只是护而非道啊。 道是什么?师兄这里修为不够,也不配去提,但我师尊曾言,就算是他也都模糊,可却要牢记,打杀也好,法术也罢,这些都是户,要有自己的道,不要沉迷在杀戮之中,又或者,要有自己的心,有自己的原则。 陈凡大有深意的开口,望着孟昊,我关你身上,杀气有些重了。 陈凡正要说着,忽然,孟昊的储物袋内,猛然间传出了一个声音。 是啊是啊,我就说这孩子的杀气太重了,你说的对,你说的有道理,你说的太正确了。 这声音传出的极为唐吐,让陈凡一愣,孟昊娜里面色立刻黑了起来,还没等说话,一道杂光从他乾坤袋内飞出,正是皮动画作的鹦鹉。 此刻,拍打着破烂的翅膀,在飞出时,大有认同陈师兄话语之感。 这皮动画作的鹦鹉,原本是在血色面具内,教导李家老祖,如今不知怎的飞出,在巫舍内飞了一圈,落在了孟昊的肩膀上。 它是,陈凡愣在那里,这是我捡来的,扔也扔不掉。 孟昊刚一开口,那皮动变成的鹦鹉就立刻叙掉起来。 你这小娃说的对,我就说这孟昊煞气太重了,它不对,不道德。 来来来,我们讨论一下啊,我看你啊,特别顺眼。 皮动画作的鹦鹉,此刻精神抖擞地望着陈凡。 孟昊看到这里,顿时倒吸口气,带着同情之意望着陈凡。 他可以遇见,陈师兄那里接下来的凄惨。 既然是小师弟身边之灵,在下自然欢迎。 至于讨论,此事自然可以。 陈凡连忙开口,看着孟昊肩膀上的这只鹦鹉露出感兴趣之意。 看到陈师兄目中之盲,孟昊按道完了。 不是我不救你,此事谁也救不了。 但孟昊又心有不忍。 师兄,这只鸟。 师弟,你的话不对,它不是鸟。 它是一只鹦鹉,且能口吐人言。 双目蕴含睿智,这是灵啊。 陈凡认真的开口,纠正孟昊的话语。 你要善待他才是。 这番话语被皮肚听到,顿时激动得快要热泪盈眶,大有遇到知己之感。 你说得太对了,你说得太有道理了。 为什么我当初遇到的不是你呢? 哎呀。 不说这个了,那个,我们来探讨一下人生吧。 人生? 好啊,陈某很早就想与人探讨人生了。 可惜我师尊那里不知为何总是闭关,师弟师兄大都也在闭关。 本打算今夜与小师弟探讨,你要喜欢,我们探讨一下也可以。 陈凡顿时精神一震。 在谈论人生之前,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些前戏才是。 比如,我们先说说今天早上的天气,要知道天气之说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学问的。 啊?天气? 这...好吧,今天早上的天气应该还不错吧? 不过我觉得,我们还是讨论一下小师弟身上的煞气为好。 哎?你也认同我的观点? 你说得太对了,你说得太正确了。 我早就说嘛,天气不好可以影响人的思绪。 你看你看,不就是这么回事吗? 还有这么个说法,此时陈某倒是第一次听说。 不过你这么一说,我倒是觉得很有道理。 因为,我记得多年前的一天,就是因为外面阴云密布,我修行时都觉得不太顺畅了。 一天都烦躁。 嗯,你说得有道理。 有道理?你居然说我说得有道理? 天哪,苍天哪,我上辈子,上上辈子,上上上辈子,从没有遇到过你这样的直音哪。 你居然说我说得有道理。 皮动成为的鹦鹉浑身激动的发抖,从孟浩肩膀上飞出,站在了陈凡的面前。 孟浩身边嗡嗡的,他呆呆地看着陈师兄一脸认真的在与皮动交谈。 一人一鸟,都双眼慢慢有了光芒。 那完全是遇到了知己般的神情。 还有那四隐隐的谈论中,渐渐出现的,要鄙视般的苗头。 孟浩忽然哆嗦了一下,身子赶紧退后,退得老远。 在这阁楼的角落里,连忙盘膝壁幕打坐起来。 他担心自己若再继续听下去,会渐渐烦躁。 一只鸟本已让孟浩有些无法承受的过躁。 可如今,其风对手,降雨良才啊。 孟浩看着陈凡与皮动变成的鹦鹉,脑海中浮现出了这八个大字。 时间慢慢流逝,孟浩好不容易才忽略了外面的声音。 直至一个时辰后,他再睁开眼睛,觉得应该是讨论的差不多了。 可他还是小看了陈凡与皮动相遇后爆发出的激情。 对对对,你说我说的对不对? 的确有道理啊,你这么一说,我真的想起来了,记得去年的一天,我…… 当然了,我说的一向都有道理。 对了,我们原本是打算探讨人生的吧? 这样,说完了早上的天气,我们要说说中午的阳光了。 好主意,我也觉得应该将人生放在最后去讨论,最好是在黄昏时,那才是夕阳下的人生啊。 孟浩耳边嗡嗡,他呆呆地看着陈凡一脸的激动,看着那皮动变成的鹦鹉同样在激动。 一人一鸟,那种双目盈望的感觉似如胶似漆。 让孟浩身子再次哆嗦了一下,赶紧闭目打坐,生怕被陈凡与鹦鹉拉着参与到他们那可怕的讨论之中。 时间再次流逝。 黎明,孟浩睁开眼,看了看后连忙闭合。 直音啊,我已经好几辈子都是自己在自言自语了,难道我不知道自言自语没有意思吗?难道我不知道很多人都讨厌我吗?甚至给我起名叫吉燕? 是啊,从来到一剑宗后,我也从来没有如今天这样的探讨过呢。 来来来,我们说完了中午的阳光,现在要说说下午。 清晨,阳光晃入阁楼内,孟浩又睁开了眼,呆呆地看着陈凡与皮冻,叹了口气,继续闭目打坐。 我和你说呀,我最厌烦下午了。 我还记得,在那个年代的下午,我当时…… 你说的对呀,其实我也如此,可惜当年这个时候,我只能咬牙。 又过去了几个时辰,离到了上午,孟浩再次睁开了眼,可很快地他就苦笑起来,只能又闭上。 陈凡与皮冻已说了一宿,如今又说了一上午,可这一人一鸟居然都没有丝毫疲态。 反倒是岳家的精神焕发。 孟浩忽然非常佩服陈师兄,他觉得陈师兄与这该死的皮冻实在是绝配。 孟浩沉默,有心想要起身,可又担心打扰了陈凡与皮冻。 万一他们拉自己进去,想到此事的后果,孟浩倒吸口气,赶紧闭目,装作什么都没有听到。 渐渐地,外面已是夕阳。 我最喜欢西洋了,每次看到西洋,我都会想到曾经有一年,当我还是一个小皮冻的时候,我…… 西洋无限好啊,你不知道,每天修行很辛苦的。 对了,有关西洋,我这里这些年收集了一千多种不同的传说,今天正好和你说说,来来来,我先说第一个传说啊。 西洋之后,黄昏已过,转眼又是夜空,这一人一鸟已经喋喋不休地说了一天一夜,此刻还在说着,仿佛不知疲惫。 直至又到了午夜时,陈凡有些承受不住了。 那个,要不我们先歇歇。 别这样,难得说得这么痛快,我们还没探讨人生啊,人生啊,那是一朵灿烂的,那啥? 对了,对了,我们在探讨人生之前,还应该说一下月光。 这,好不好吧,反正对于月光这里,我有三千多个传说。 哎,我也有啊,我有一万多条呢,你先说,说完,我再说。 梦昊要崩溃了,他眼中迷出血丝,此刻呼吸急促,半晌才勉强平稳,继续打坐。 夜晚渐渐流逝,外面一片安静,可这巫舍内一人一鸟之间,已达到了交谈的极致。 当清晨的光再次出现时,陈凡那里面容都憔悴了,眼中也出现了血丝。 我们休息吧,我,我今天还有事。 别呀,我还没说完呢,我们还没探讨完人生。 我刚说到第九千多条对于月光的传说,我们继续呀。 清晨流逝,晌午到来,时间一走直至夕阳再显时,陈凡那里神色已然呆滞,他愣愣地看着眼前滔滔不绝的鹦鹉,眼中慢慢露出了敬佩之意。 终于说完了前夕,现在我们可以探讨一下人生了。 哎,外面天快黑了呀,我忽然想起之前我们说西洋时,我有三万多条传说忘记说了,不行不行,机会难得,我要说完。 批动变成的鹦鹉,诧异地开口,干咳几声,又说了起来,我,我真的还有事。 陈凡迟疑了一下,直至又听了一个时辰后,以他的定理,以他的虚导,都已经再无法承受了。 此刻猛地站起身,起身时,身子还摇晃了一下,面色苍白地退后几步。 此刻孟浩也睁开了眼,佩服地望着陈凡,他们已经说了两天两夜。 小师弟,我这里还有事,我先走了,那个,过几天,我再来找你啊。 陈凡面无血色。 此刻,头都晕晕的,看上皮冻时,已不再是敬佩,而是惊恐。 他一直觉得,自己就很是能说了,可直至这几天,才猛然间醒悟过来。 人外有鸟,天外有鸟啊。 此刻话语间,不等孟浩说完,陈凡就连忙推开巫舍的门,仿佛夺命狂奔。 师兄,我看你与这能口吐人言,双目蕴含睿智的灵鹰舞有缘,你将它带走吧。 孟浩赶紧说道,话语一出口,刚刚走出巫舍的陈凡身子显现一个亮相。 面色瞬间大变,毫不迟疑地身子急速地化作一道长虹,刹那远去。 好人哪,你这位陈师兄是我的知音哪,这么多年了,他是不多的几个,可以和我说这么长时间的好人。 哎,我还没和他探讨人生呢。 皮洞变成的鹦鹉在那里感慨起来。 孟浩听得头皮发麻,能让陈师兄都如此,可见这皮洞的战斗力之强,绝对是世间罕见。 可惜,还没说够啊,刚刚升起了兴趣,这就结束了。 皮洞变成的鹦鹉在那里很是不满地叨叨起来,趴在这翅膀飞到了孟浩的肩膀上。 你陪我说说话吧,我气磨呀。 孟浩面色苍白,深吸口气,脸上挤出强笑,脑海瞬间面头千转。 我觉得吧,你忘记了一个人。 谁谁谁,我忘记了谁啊,我怎么不记得我忘记了谁啊。 这皮洞变成的鹦鹉,根本就是不浪费丝毫话语的机会,只要抓住就一定会说个彻彻底底。 忘记了面具内的那个老者呀,你还没把他教导的从邪恶的路上归来呢? 孟浩连忙开口。 哎,对呀,那老头是个很好的老头,你说的对,我去找他。 皮洞变成的鹦鹉顿时精神一震,身子一晃直奔孟浩乾坤袋内,瞬间消失其内。 隐隐地,孟浩听到了血色面具在打开的一瞬,皮洞飞入的刹那,传出了李家老祖凄厉至极。 孟浩从未在一向硬气的对方身上听到的颤音惨叫。 孟浩这才长呼一口气,苦笑地坐在地上,正正地看着窗外的月光。 长叹一声,他无法想象日后的生活,整日里都有这么一个皮洞在身边,那将是多么的可怕。 定有能将其克制之物,这该死的皮洞。 孟浩咬牙切齿,双目一闪间,猛地有精芒出现。 他的宿敌,同性,鹦鹉。 孟浩双眼精芒月家的明亮起来,他渴望结丹的想法,在这一瞬,前所未有的强烈至极。 时间一晃,过去了三天,这三天陈凡没有出现,显然是怕了孟浩的身边的皮洞。 不敢再来,担心这皮洞变成的鹦鹉,去继续找他探讨人生。 直至第四天清晨,陈凡这才慢吞吞地来到这里。 刚一推开巫舍的门,就立刻退后几步,看到孟浩肩膀上没有那只鹦鹉后,又看了看巫舍,这才勉强松了口气。 孟浩,孟浩唯有苦笑,他还能说什么? 那个小师弟,他不在吧? 陈凡在巫舍外,迟疑了一下开口,神识紧张。 应该不在。 孟浩起身,走出了巫舍。 直至此刻,陈凡才松了口大气,苦笑地看着孟浩。 小师弟,你身边的那只鹦鹉,实在是佩服佩服。 不说这个了,再有几日,就是宋家之宴的日期,我已经安排好了,到时候,我们一起传送过去。 今天我陪你在一箭宗走走,你也熟悉一下这里,毕竟从宋家回来后,这里就是你的宗门了。 陈凡拉着孟浩走出了院子,孟浩神色平静,但脑海早已浮现难遇的地图。 宋家所在之地,与子运宗已是很近,并不遥远。 至于这一箭宗,孟浩这几日沉思之后已有了想法,他不打算借用陈师兄的关系,败入一箭宗。 他还是倾向于,想办法改头换面,败入子运宗。 偷学紫气东来,偷学炼丹之术,想办法让丹鬼大师解读。 至于一箭宗,即便是有陈凡的师尊在,可孟浩不认为这一个庞大的宗门会因陈凡这里而给自己解读。 毕竟这需要的不是原因修士,而是斩灵。 此时孟浩看得透彻,可陈凡热情难缺。 孟浩不便直接开口,至于宋家那里,孟浩虽说也想去见识一番,只是他担心青罗宗,此刻还在迟疑是否要去。 得想个办法联系韩贝,从他那里探知青罗宗之事。 孟浩沉思时,摸了摸储物袋,嘴角露出一抹冷笑。 在他储物袋内,有一枚玉剪,是他可制衡韩贝之物。